夜间最新 北市有远景执勤 结果被咬伤 一对情侣在酒后 在信义区松龙路上发生争吵 路过民众见状赶紧报警 警方到场之后 看到驴子倒地抽搐 担心他咬到舌头会发生危险 因此出手协助 没想到好心被雷青 反而被咬伤 送医治疗还好手指没被咬断 远景坐在地上神情相当痛苦 两名同仁出手协助 将他扶到担架上 只见远景痛到不想说话 双眼紧闭似乎想忘记疼痛 原来事情就发生在16号晚间9点多 有一对情侣黄汤下渡后 在台北市新医区的松龙路上争吵 路过民众见状赶紧报警 陈信远景到场后 发现40岁的女子倒地抽搐 就怕他情绪失控咬伤舌头 因此出手协助 没想到手指被咬伤 紧急松医治疗 幸好没有断掉 陈信远景 右手食指被咬伤 关节处也流血 可见咬的力量相当大 幸好他送往台北医学院治疗 仍没有大碍 远景平时尽责 行案交通绩效都很好 这次协助处理情侣感情纠纷 没想到公情辨识主 好心帮忙却被咬伤 等女子揪醒后 恐怕还有得赔偿 结账是陈建国 泰宝岛